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防务部门又称 可能要挖很久 随后陈伯伟又说不排除如果挖到10米 这些吃水比较深的船只可以进去 并要台防务部门继续观察 对于陈伯伟的挖沙公台一说 台湾名嘴朱学恒在脸书上表示 他的军事幕僚是不是跟海绵宝宝借的 连在海底帮潜艇挖好沟都懂 而对于陈伯伟的此番言论 有很多网友在脸书上留言讥讽 古有鱼公一山 今有伯伟挖海 维伟又来带给大家欢乐了 哈哈 我觉得他是被政坛耽误的搞笑艺人吧 还有网友批评台湾在选的真的是闲语囊吗 跳梁小丑 哗众取宠 1985年出生的陈伯伟在2018年参选高雄市议员时 惯用口头铲3Q 因此被支持者称为3Q哥 2020年1月他称为台湾激进党首个立委 此后陈伯伟不使跳出来刷存在感 台媒曾报道称 今年3月24日 陈伯伟语出惊人的 建议民进党当局开放香港抗争者赴台从军 并取得公民权 对此国民党批评他胡说八道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 也曾在脸书重跑抨击 陈伯伟的建议是弱智言论 一位 2 2 1 感谢观看